四大生肖职场发展一瞬到底 没有小人捣乱 有贵人帮扶 诸事大吉 生肖鸡 属于生肖鸡的人 通常聪明且勇敢 有多种赚钱的方式 财运亨通 喜事连连 此外 如果再加上属鸡人努力拼搏 多学习新技能 事业成功便是必然的事情 钱财自然会不断进账 从3月18日开始 福德宫的五曲福星将照耀他们 带来好运气 每件事都会兴旺发达 红运当头 钞票不断进家门 下半年更是运势大增 运势非常好 好运接踵而来 幸运签大吉大利 事业点子被认可 更是得到乐天和贵德吉星的保佑 从而让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财源滚滚 生活美满幸福 生肖机下半年有八座吉星相助 代表容易获得提拔 升职加薪 因此属鸡人可以勇往直前 用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 此外 下半年创业的朋友 也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与他人合作 或借助有经验的朋友的帮助 成功的机会很大 解身是今年最重要的星要 意味每件事都能化胸为己 3月18日 金银就会找上门 喜讯不断 美梦成真 只要发挥自己的才能 就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当属鸡的人 变得足够强大或具备实力时 他们势必会及时地抓住机会 不但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在任何时候 都能让自己赚到金钱 财富源源不断涌入家门 让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好 属鸡的人通常心地善良 与人坦诚相待 生育极佳 因此很受大家的欢迎 交友广泛 发财的机会也更多 下半年 财神也会坐镇 事业如芝麻开花 属鸡的人在职场上发展 靠的就是努力 他们吃苦耐劳 从来不会去抱怨任何事情 因为他们总是 能够积极地去表达 自己最好的一面 加上他们个性非常随和 用心地去执行各种任务 将会让他们的工作一帆风顺 他们突出的能力让他们快速获得 事业上的进展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为他们的事业开创了新的方向 对于属鸡的人来说 令活地去处理问题 才能够让他们更快地 扑平自己事业上的道路 生肖猴 属于生肖猴的人 通常都非常聪明勇敢 拥有众多的赚钱门路 财运亨通 喜事连连 此外 如果属猴的人能够勤奋努力 多学习新技能 那他们的事业就会有所成就 钱财也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口袋 从3月18日开始 福德宫会受到五区复兴的照耀 这一位属猴的人的运势 会开始大幅上升 往后的日子里 他们的事业和财运都会兴旺发达 让钱财不断进入家门 解神是今年最重要的星要 代表万事能够逢凶化吉 所以无论面临任何挑战 属猴的人都能够化解困境 3月18日 金银将会找上门 属猴的人将会收到喜讯 美梦成真 在下半年 属猴的人有八座吉星庇护 代表他们很容易受到人提拔 并有机会升职加薪 因此可以大胆去尝试 展现自己的才能 取得一定的成绩 此外 如果属猴的人有意创业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可以和人合资 或是借助有经验的朋友的帮助 成功的机会很大 从下半年开始 财神爷会来坐镇 让属猴的人的事业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财路也会大开 正财旺盛 万事如意 财务收入也会节节攀升 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3月18日 大运将会到来 属猴的人 可以评级自己的实力 赚取大量的财富 甚至有机会升职加薪 喜事接踵而来 好运接连不断 属猴的人 不仅可以顺利完成 未完成的计划 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喜讯降临 属猴的人 以用心执行工作任务 突出的能力为基础 让他们更快地 争取到更多资源 他们不断地突破自我 在工作上虽然会遇到困难 但总是能够积极地 开展新的业务 确定新的工作方向后 将会带来 源源不断的财富 对于属猴的人来说 身边有许多竞争对手 但并不会对他们 造成太大的困扰 反而能够让他们 快速吸引到更多资源 生肖龙 龙年出生的人 通常具有豪迈 洒脱 忠诚可信的个性 且会因此获得好运 尤其从3月18日开始 因为有吉星坐镇 以往的不好运气 都会烟消云散 属龙的人 十分珍惜时间和精力 因此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值得赶紧抓住 并好好利用 从3月18日开始 他们可以靠勤奋和守信的态度 吸引财神垂青 并且有贵人协助 运势会有所提升 财富也会随之而来 然而 属龙的人往往有承担压力的倾向 因此他们需要注意 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生肖龙一生财运不断 通常在中年时期就能够成就富贵 他们身边总是祥云缭绕 能够聚财不断 并且晚年也会享有 福禄蓬勃的生活 最近一周属龙的人运势强盛 并且得到吉星的守护 3月18日更是好时机来临 定会带来惊喜 未来半个月 他们会得到神仙的帮助 财神也会来到身边 让他们开开心心地迎接横财 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属龙的人对朋友和家人非常大方 对自己的事业也十分感兴趣 喜欢丰富多彩的生活 他们的个性往往不按牌里出牌 但也因此让自己更加有魅力 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从3月18日开始 属龙的人将迎来新的时机 工作发展顺顺利利 并且有贵人相伴 财富随之而来 这也代表他们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过 并且有更多的福气和财富 属龙的朋友平日里非常乐观 但从不在工作上遗漏任何事情 他们的能力 足以展现自己非常优秀的一面 加上他们敢听敢想 在工作上总是能够低调形式 因此很快就能够在职场上 表现出非常好的一面 属龙的人只要自信地努力 便能够在人生历程中 看到自己更好的一面 尤其是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 进而在工作上变得顺心如意 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资源 这实际上等于无形中 提升了他们整体的综合能力 生肖虎 属虎的人豁达大方 在工作上总是表现出 非常稳重的一面 但在职场发展的路途上 并非一帆风顺 属虎之人 交友众多 人缘家 为人正直 处世踏实 且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在3月18日之后 天德 福星 吉星降临 贵人指引 好运相伴 终告别三季度运势较差的情形 属虎之人将大展拳脚 逐步发掘赚钱之道 随机累出的人脉关系 更能获得许多人的帮助 即使在人生下半场遇到困难 亦能巧妙度过 事事如意 福气不断 家庭幸福 一生圆满 属虎之人性格温和 亦相处 极为聪明 且在3月下旬命宫 受到贪狼吉星的照耀 全体运势得以提升 倘若把握好运 属虎之人不仅能赚得丰厚财富 子女宫还有好消息 喜天一胖小子 加上恒财不断涌入 3月18日以后 属虎之人可施展才华 但同时也应谨慎判断 不可冲动 相信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 通过不断的奋斗 事业财运都将蒸蒸日上 从2023年开始 属虎之人的运势越来越旺 财源滚滚 财库风营将进入商官生财之局 迎来运势的大变化 不仅财运多几句 财库风龙 而且日后的生活无忧无虑 因钱财风营而衣食住行 无需担忧 2023年3月18日 财运更是一路走鞘 属虎之人将在各方面 均能顺心如意 财富源源不断涌入 生意也将有大的转变 全体运势大放异财 财运日渐旺盛 事业上也将有很大的进展 加上贵人的出现 更有望升官发财 收获丰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